动区餐厅收摊狂崩 执法教父1.4亿少倒闭店面 台北宵夜美食一级战区 敦化南路一段160项190项 三级景气延长至6月底 店家爱好一片 北市敦化南路190项肉老大刷刷锅 中校服行店上月中推出 加一元多一锅 加两元多两锅的外带优惠 佛心房东甚至三年调降两次租金 还是不抵莱克骤降压力 宣布昨日起中校复兴店停止营业 业者套路一个月烧掉300万 苹果新网昨天走访 开店三年肉老大刷刷锅中校复兴店 门外贴出席灯告示 餐厅生财工具皆已堆叠在门前 据了解该店面21瓶多 原本租金19万 调降三次后目前租金16万多 无独有偶 零项160项 居酒屋 吉安诺 十四酒厂 店外挂上大大的我要活下去 客观救救我们吧 不挑 记者致电询问 黄老板表示 现在不能内用营业额整个归零 店租加上人事管销费用 一个月烧掉三四百万 苹果整条190项走过一轮发现 餐饮店面几乎全部关闭 而韩国猪脚鬼神店铺落地窗 张贴两张鹤橙胶的告示 替区域上来无声的喜悦 据了解已经卸业三年的韩国猪脚鬼神 开幕于2018年4月 由韩国业者特地来台展店 但2019年1月即结束营业 自此店面及控制 经查时登腾本资料 由执法教父申法堂公司9000万买下 店面建坪55.55瓶拆算单价162万 后来又买了两楼5000万 核算共1.4亿 记者自电询问 但截稿前仍未得到申法堂的回应 这个地方如果以东西全盛时期的时候来看 大概四年前 这个交易单价要破200 其实很轻松 对然后这次以160万卖出 我觉得有低于行情 我觉得他买到便宜 事实上两年前该项就有第一家 医美诊所 艺人配真的先生王若轩 2019年赤字1.8亿元 买下190项内两间店面 进行合并 坪数共200多坪 目前经营尼斯诊所正常营运中 社会步入高龄化之后 消费者或者是一般民众 对于门面整修的这个市场 其实是更加注意 这样子的聚职效应 也在这个整个东区的 医美机构发酵 那但是这几年 尤其是精华商圈 这个控制率高 然后租金下修的这个状况 投报率已经不在诱人的前提之下 再加上房地合一税 在整个获利上面 进行很大型的压缩 使很多的房产投资客 已经弃手店面投资这一块 所以以目前来看 整个投资市场 在店面这边 还是相对比较冷的 网友 要是猪中文 也许费 这边是孢中文 也许费 本公开 那不是 因为 本国人 像 我们 也许费 并顶 heb 远不容易